对了主子,那个白青城那里又怎么回事啊?我怎么隐约听说什么组里出事了? 杜凡握着手中的扇子疑惑地问。 凤九将怀中的孩子递给一旁的冷华,继续道。 我在路上遇见他们三个,得知他们是白青城的家人,便顺路将人给带回来了。 路上我已经让人去查白家被灭门一事了,到时消息传回来时,记得拿来给我。 是。 冷华,你先把浩儿带回凤府去照顾,我晚些会回去。 好。 后院,在听到他二爷爷和两个弟弟将事情说了一遍后,白青城脸色苍白,眼中竟是无法置信。 二爷爷,到底是谁灭了我们一族? 我也不知道,只知道这些人的实力很强。 眼下不是追查仇家是谁的时候,而是想办法活下来。 若以我们之力,根本无法与他们抗衡。 只要离开天丹楼鬼仪的身边,只怕不用一炷香的时间就会被复杀。 如今白家就只剩下你们姐弟三人,以及我这个老头了。 我们要想的,是如何在他们的复杀中活下来。 白青城心头一动,看了两个弟弟一眼,又看了他二爷爷良久。 二爷爷,若是进入四大先宗,难道以四大先宗的威名也护不住云旗和云陵两人吗? 那样的实力,我觉得极有可能不是这上游大陆的人,有可能是海外地狱的强者。 白青城抿了敏唇一张绝美的容颜,扶上一抹坚定。 二爷爷,我去求主子。 他知道,若是连四大先宗都护不住他们的话,那就只有主子了。 我现在就去。 我与你一起去。 白青城说着,便要往前面阁楼去。 白二爷爷站了起来,交代了两个孩子,在这里等着,便与白青城一同往前面去了。 然而来到前面还没上阁楼,就碰见从阁楼下来的杜凡。 你们要找主子? 是,我有事想求见主子。 若是因为你们是白家三人的事来求主子,那我可以跟你们说,不用上去了。 白青城和白二爷心头一沉,这是拒绝了? 看着两人变幻的神色,杜凡知道两人是想歪了,他笑了笑。 主子让你们自己照看着他们,回头带到凤府去,让他们留在凤府就行了。 两人脸色不由为恶,一脸没反应过来。 主子,主子是答应了让我二爷爷和两个弟弟留下来。 对,主子现在有事很忙,没共见你们,你自己带着他们回凤府就行了。 对了,主子说混元子去买酒了,让你们等他一起回去。 还有啊,回去后让府里人准备先下酒菜,他晚上好好喝几杯。 是,我知道了。